当环境逼迫你成为你不喜欢的样子 你会让环境如意吗 今天木尾就给大家讲一个动画短片 585号 在一个悠长的队伍里 一群小杯子正在有序的排队 这些杯子当中有一个杯子的眼神 和其他杯子不一样 我们就叫他小贝吧 这个小贝左右观望自己排的队伍 他发现前方有一个大杯子 每个小杯子到他们面前 大杯子都会给小杯子 灌满自己体内的红色液体 我们就称这种液体为心血吧 每个被灌满心血的小杯子 都会慢慢变大 最后变成和大杯子一样的 装满心血的大杯子 然后大杯子就会标上一个号码 这一幕真是像结了小时候的我们 按照大人的安排 最后活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小贝看到这里十分惶恐 他不想变成那样子 但是后面的杯子却催促着他 一点点靠近这大杯子 终于轮到小贝来到大杯子面前 大杯子发现这个小贝眼神不一样 在稍微抚摸了一下小贝的脑袋后 大杯子和往常一样又灌输自己的心血 可是小贝四处躲闪 让大杯子的心血洒了许多 而后更是用手捂住了杯口 让大杯的心血统统流了出来 这让大杯子很生气 他吩咐后面的小杯子按住小贝 强行给小贝灌满了自己的心血 就像生活中 当你不接受和别人一样的环境时 环境就会用他的方式来逼迫你 被灌满的小贝不像别人那样 一下子成长为大杯子 而是只长了一半的高度 这不伦不类的样子 被其他空杯子各种嘲笑 他也不想变成这个样子 在愤怒之下 他又长了一点 这下他和大杯子一样了 大杯子满意的拿出粉笔 准备给小贝画标记 哪知这时小贝又长大了 变得比大杯子还大一倍 特大的小贝看见渺小的大杯子 一把就把他抓了起来 还顺带弄碎的那两个 前面按住他的空杯子 完事后他把大杯子体内的心血倒空 灌上自己的心血 让大杯子变得和他一样 抢过分笔 他满意的在大杯子身上 写下一个一字 还重重打了一个点 十分满意 然后又有一堆空杯子 向着他这个方向来排队了 短片里的小贝就像我们 有些样子我们的确不喜欢 可是环境的压力下 我们不得不暂时接受那些 想要不一样的我们 只有经受住环境的考验 才能突破自己 也只有更强大了 我们才能改变环境 不是吗 最后的小贝 虽然成为了不一样的大杯子 但是同时他也和大杯子一样 把别的杯子变成了他的样子 那么小贝 到底是变成了自己的样子 还是变成了他曾经讨厌的样子呢 木薇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薇 咱们下期再见